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023章我怎么变态了 我怎么变态了 小眼镜明显的有些不服气 这家伙凭什么说自己变态 他凭什么 他怎么可以以貌取人 看你这服小兽的模样 就知道你在这里面到底受了多少的摧残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道 被人摧残成这样 你还说你不变态 法克 你会被轮死的 小眼镜似乎是被叶浩轩戳中了心里面的最痛处 他向这叶浩轩比出了一个中指 然后对这那名狂思说出了一串英文 当然 虽然听不懂这家伙在说些什么 但是叶浩轩清楚 这家伙绝对不会帮自己说什么好话 呵呵呵 听了小眼镜的话 狂思站了起来 他向叶浩轩走去 看他脸上的表情就知道 这家伙想给叶浩轩一点颜色看看 因为他的表情很明显 小子 你很嚣张啊 这家伙对于叶浩轩来说 绝对是一座肉山 他近两米的身高 接近三百斤的体重 看起来就是一座活动 这的肉山 叶浩轩在他跟前就像是一个玩具娃娃一样 嗨 你们里面的 老实一点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侍卫跑过来对这里面吼了一声 里面的人马上老老实实的趴在地上了 很显然 这些家伙们吃过这些人的亏 不止一次了 所以这些人一吼 他们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的趴在地了上 叶浩轩并没有趴下 他站在当场 向外面冷眼而视 外面的那名侍卫 看到叶浩轩一点也不配合 他不由得大怒 他向叶浩轩一指 吼道 嗨 你 趴下 听到没有 就是说你呢 你最好趴下 讲人话 你讲的话 我听不懂 叶浩轩笑了笑道 那名侍卫大怒 他拿出钥匙 就要给叶浩轩一点颜色瞧瞧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金发男子从一边走了过来 他挥了挥手 那名侍卫退了下去 这男子金发闭眼 就好像是童话故事里面的王子一样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友好的笑 他的笑让人感觉到温暖 当然 这是对女人而言 对于叶浩轩来说 这家伙的笑 非但没有让自己感觉到温暖 反而让他觉得一阵阵的恶寒 这金发男子正是下衣 那个和黑人一抵有一退的那家伙 叶浩轩想象不出来 这家伙天生一服吃软饭的形象 他放着妹子不去泡 偏偏去和一个黑的 跟鬼一样的家伙混在一起 真的是重口味啊 我听说过你 你就是那个华夏的医生 我想我们能单独聊聊吧 夏衣微微一笑道 我觉得和你之间 没有什么好聊的 叶浩轩摇摇头道 我们倒不同 不相畏谋 更何况 你现在把我当作囚犯抓起来了 你还指望我能给你好脸色看 别逗了 呵呵 这可由不得你 带他来我的房间 夏衣向叶浩轩一挥手 马上有一道蓝色的光胡 把叶浩轩的手臂给紧紧地付住 他转身离开 叶浩轩不自由主地 被手腕上的光环拖着向前走 在一间比较安静的室内 夏衣停了下来 叶浩轩手腕上的光环自动地消失 他活动 这有些发麻的手腕 郁闷地说 该死 你的那些玩意 把我的手给弄痛了 这里是我们种族的发源地 在几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 把这个地方称之为圣殿 他们来这里 都要抱这很崇敬的心理 更何况 是你们这些和蚂蚁一样的人 夏衣微微一笑道 这家伙脸上始终带着那丝浅浅的笑意 仿佛他就是一个不会生气的人一样 但是 叶浩轩总感觉这或绝逼有这一幅蛇蝎一般的心肠 狗屁的圣殿 这无非就是你们的祖先忽悠人的一个地方罢了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你想怎么样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只是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医生 到底是怎么样的 夏衣看了叶浩轩一眼 他为叶浩轩倒了一杯酒 你的酒 我不喝 叶浩轩拒绝了夏衣的酒 哦 你们人类 不是喜欢喝酒吗 夏衣也不生气 他把手中的酒杯放了下来 其实 我也觉得喝酒是一种猎习 我们的民族 是十分伟大的 夏衣道 是啊 伟大的消灭了你们种族所有的女人 然后玩男男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道 除了变态 我实在是想不出任何词来形容你们的种族了 女人是罪恶的根源 夏衣淡淡的说 我们的祖先 不允许有女人的存在 这是几千年来传下来的传统了 你们还能繁衍到现在 真的不容易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道 我想有些事情 你们的祖先搞错了 什么事情 夏衣问 这个世界 是离不开女人的 叶浩轩道 拿人类而言 怀胎十月 才能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只有这样来到世上的人 才能是完整的一个人 这是天道法则 而你们的民族 不允许有女人的存在 你们的出生 全是靠那些试管婴儿生出来的 这已经违背了自然法则 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们的民族 为什么会消亡吧 叶浩轩淡淡的一笑道 那是我们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劫难 夏衣道 也只有你 才会天真的认为你们的祖先 真的经历了什么灾难吧 叶浩轩鄙视的看了夏衣一眼道 其实 你们的种族灭绝 跟你们祖先讨厌女人有关 我不知道你们的祖先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叶浩轩道 但是他走入了一个误区 或许因为某个女人 他对所有的女人都厌恶 所以才会发出你们的民族不允许女人存在的傻逼说法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向来认为很成熟的试管繁殖 也就是无性繁殖 竟然有很大的缺陷 这处缺陷 让他们的种族一天一天地走下坡路 直到 你们的种族越来越少 甚至没有办法继续繁衍下去 这才是你们的文明 彻底消失的原因 叶浩轩道 你们和消亡的亚特兰蒂斯不同 那个文明 消亡的原因是太过于腐败 而你们 则是自己把自己给完死的